Ton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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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孤獨 好像暈在籠中的倉鼠一樣 很灰色 好像自己變成了一家廚 這樣 什麼都沒做過就老了一歲 咦,不是,我剛才認識到那個小女生 好像畫畫、黏著一些東西 最好沒有那麼辛苦才能 不如嘗試吧 走吧 好高雅達 就來參加藝術治療 做什麼 咦,是美女 這裡也挺有文青的感覺 有書 又有紀錄片 適合我和Crystal的品味 做一下勞作就是 難得不到的 好,歡迎大家參加這個 李若他動物的藝術治療小組 我叫Gigi 我是英國駐產的藝術治療師 這個小組一起完成一個屬於你們自己的作品 第一就是你們每人都有自己的圖 你會用一個怎樣的動物來形容你們 例如我們生活的時候 可能有很多不同的欲望 或者有很多不同的製造 或者是我們在社會上生活的時候 必然有很多框架 但反而呢 到動物 有牠們的瘦性 他們可以很純粹 因為說你們像什麼動物 你本身 像豬一樣 其實豬很聰明 對,我知道 對,所以你很聰明 現在說你切豬 我也有個很聰明 很聰明 又聰明 又聰明 很謙強 有隻豬鼻 是不是可以像那個 寶貝少女 豬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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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豬 很喜歡放水 我想要翼 有小鳥的 有鷹的 要打開 先找一下 這個可能是我唯一想在動物館上拿到的 就是翼 就是色彩 你不可以加上去的翼 現在翼了 不要骨頭 牛的鼻 我自己畫它打開 我自己畫它打開 你剛才說的有個脈絡就是 例如牛 或者其他動物 就是遇到攻擊的時候 就會自己保護自己 對 反而你是很欣賞那些 會學會保護自己 對 反而其實在那個過程中 例如見到很多動物的時候 可能都會想一想 咦我是不是像這款動物呢 咦我會怎樣想起這款動物 我會怎樣形容自己 會不會有點像呢 裡面就是一個反省的過程 可能我們香港人生活會很忙 很不空 但是這個是一個機會 大家去用其他的生物 來想一想自己的生活 好 接著可以移屍進去 不然大家都拿著自己的圓圖 好可愛 可以站在那裡嗎 你喜歡可以 我不想複雜 有什麼簡單的 我那個人不喜歡複雜 我喜歡簡單的 那我就自己想 我會這樣 我會這樣 譬如外面的畫斑 多些技巧 譬如剛才你們都有問我 這樣合不合 這樣好不好 但我們這裡就相對上沒有對錯 很多人上完藝術治療的工作方案 很普遍就會覺得很累 為什麼很累 因為在那個過程中 經常都自我反省 又會想很多東西 然後又會可能關於自己的 以往的記憶 又或者是對以往的想像 或者認知 喂豪哥 這麼快就停手了 在這裡掛著和美女治療師聊天 看什麼 看 沒見過大師級的作品嗎 你畫了嗎 隨便畫幾畫就叫畫完 你會不會滑了一點 給點尊重吧 好嗎 你看看 人家畫得多認真 畫就畫完了 顏色又填好了 等我們出去 讓Gigi跟我們分析一下 很有趣 大家看到 設定是一樣 流程其實是一樣的 但到最終 大家的作品是很不同的 其實都很表達到大家的性格 或者喜好 到底傾向什麼 最後都是選了貓 貓眼睛 貓眼睛 到耳朵 挺像你的性格 你也強調一定要打開飛 對 我藏起來沒用的 而且其實你說很喜歡自由 其實貓也是 貓是一個很自我的一種動物 所以我們所有東西都是一個選擇 例如你剛才形容了 你性格很活潑 但你又很懶 但最終是一個創作上 你願意留下一些視覺足跡的 就是 所謂很懶 很懶的特質 就是你換了一隻豬 來代表自己 很簡潔 很切合你那個很害怕麻煩 濕的顏料當然是最麻煩的 又要洗又要溝 但是你用了一個最就手的方式 來完成這個任務 簡單到唸一個狐狸生 不想再採取 直接就寫狐狸生 我們經常都說 見作品如見人 其實就是這個原因 在我們的過程中 我們有很多的討論 就是我們的性格是甚麼 或者感覺是甚麼 我剛才分享的時候 你們都會說 我聽到大家對自己很困難 是不是香港人壓力已經很大 做已經很忙 連歌藝術創作 是不是都要對自己這麼多批判呢 是的